不少女孩們梳妝台常堆滿保養品、化妝品 尤其現在週年慶開跑 趕緊搶幾罐卸妝乳精華液囤在家裡 但每當換季要整理化妝品時 都會對自己的購物力感到無奈 都還沒用多少 竟然就過期啦 但女孩們可先別急著丟掉 現在就跟著生活魔法家陳映如 重生再利用 一起賦予這些過期美妝品 第二個生命 不管是過期或不喜歡的香水 我們都可以再利用 今天為大家示範三個 一個是去除油性筆痕 還有去除殘膠 還有就是拿來做香氛片 像是油性筆痕跟殘膠 拿來做去除髒污的部分 其實道理是相同 因為我們的香水裡面有酒精的成分 它就有像溶劑的概念 可以把這些髒污給去除 至於香氛片的話 其實建議大家使用的時候 是噴在紙上 或者是噴在像是我們的布上面在用 不要直接噴在我們的物品 像是沙發或的衣服上 因為比較容易留下痕跡 如果不小心像是原子筆 畫到衣服的話 緊急的處理方法就可以用我們的髮膠 概念就是因為髮膠裡面就有酒精的成分 它其實可以讓我們的這些原子筆的色素 可以達到一個分解的效果 但記得就是它是一個緊急的處理 所以能夠暫時把痕跡給淡化 建議大家回家以後還是要把這整件衣服拿去洗乾淨 就是照一般洗衣程序再洗過一遍 如果我們的乳液放到過期 其實可以再利用 那乳液的使用最簡單的就是利用它是一個 可以有滋潤的效果 可以來擦家裡的任何皮製品 像是皮沙發皮鞋或皮包其實都OK 但擦的時候就是先倒在布上面 軟布上面再擦拭 不要直接把乳液倒在我們的皮革上 因為第一用量會比較多 第二它的擦拭比較很難平均 另外還有一個乳液的再利用方法還蠻特別 就是作為清潔的用途 它其實因為裡面有乳化劑 它其實有一些清潔的功效 讓油性的蠟筆 花到牆壁的話 可以用一點點的乳液 它就可以把它擦的掉 但是前提是你要看一下乳液 如果它發現比如說油水分離 或者味道明顯變不好 就不建議再使用 如果衣服沾到一些彩妝品的話 像是口紅粉或者眼影 其實就可以用我們的卸妝乳來去除 其實概念非常的簡單 因為這些彩妝品的髒污 其實不管在臉上或衣物上 其實卸妝乳都可以能夠對付它 把它分解掉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卸妝乳 來去除衣服上這類型的髒污 但是告訴大家就是卸妝乳 卸妝凝膠類都可以 但卸妝油就比較不適合 因為卸妝油是要經過乳化以後 才有清潔的功效 所以卸妝油直接倒在衣服 反而有反效果 女孩們覺得買太多好浪費 那就趕快換個方式 讓這些美妝品 再次找到自己的新生命囉 iStyle下次見 Bye 拜拜